万万没想到这一回张岚又摊上事了 本以为大S和汪小飞的事已经要结束了 毕竟事件的两位主角表面上都已经眼齐息骨 几乎都不再爆料和表态 没想到曾爆料汪小飞私生活问题的台湾省狗仔葛思琪 又跑了出来 直接把张岚给告了 事情是这样的 12月22日晚 葛思琪在直播时连线了一位支持张岚的网友 该网友表示 如果张岚诬陷你 我们支持你告他 网友口中的诬陷指的是 张岚曾在一次直播中称 大S花钱买通狗仔爆料一事 不过据网友透露 张岚当时并未指名道姓说 大S花钱请的是葛思琪 但是众所周知 在大S和汪小飞的这场互私风波 还没有开始时 葛思琪就曾多次爆料汪小飞的私生活问题 态度强硬 跟张岚也是隔空互怼数次 另一方面 在很多网友看来 葛思琪从一开始就是在针对汪小飞和张岚 换言之 网友心中早已认定 葛思琪就是站在大S一边的 即便他并不承认 所以当这一次网友用激将法激他的时候 他便顺势去把张岚告了 一方面想要证明自己没有收钱 另一方面也是想恶心一下张岚 我们看一下葛思琪的说辞 总结一下大概是三点内容 一 自己已经给足了张岚时间 但是张岚不知悔改 没有道歉行为 二 自己不偏袒任何一方 没有收大S和他身边的人一分钱 这一次必须要自证清白 三 如果张岚说的属实 自己会退出媒体并关闭所有平台账号 其实二人的纠葛不是一天两天了 此前葛思琪见指汪小飞的时候 张岚就曾为了儿子跟葛思琪多次交锋 冷嘲 暗讽 明怼 互私 双方在线上你来我往 没有想到葛思琪这一次直接把张岚给告了 而张岚这一边刚应付完向太陈岚的床垫梗 如今又摊上事了 不知道接下来又会如何回应 这边乡张岚尚未表态 那边乡网友们看到葛思琪的提告后不淡定了 纷纷吐槽起来 有人直言 才发现原来真正在汪小飞和大S婚姻里 上蹿下跳的不是小S 而是葛思琪 有人吐槽 大S和汪小飞都消停了 你又出来刷什么存在感 还有人质疑问他 在节目里主持人让你发誓没收钱 你怎么不敢 葛思琪到底有没有收到大S一方的钱 而去故意针对汪小飞 我们不得而知 但他在此刻突然高调告张岚的行为 不得不让人多想 有网友分析 葛思琪如此高调提告张岚 可能又是大S垂死挣扎下的新招数 按照网友的说法 并非没有这种可能 一 众所周知 张岚在为儿子出头这件事上特别积极 在汪小飞和大S的这场护思风波中 张岚起到很大的作用 他在直播间中对大S一家和聚敬业的各种爆料 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大S一方的口碑 鲁蛋 曲线这一类外号 更是在网友间流传甚广 可以说汪小飞之所以能够在这场护思风波中 占据绝对的舆论优势 一方面归功于他的爆料 另一方面绝对少不了张岚的助阵 更何况 汪小飞一方除了有网友支持 也就只剩下张岚能够为他冲锋陷阵了 所以如果葛思琪此举真的是大S新招的话 整垮张岚无疑是让汪小飞少了一个左膀右臂 我认为他是乐于见到张岚垮掉的 毕竟此前有人在网上大量发布针对张岚的负面信息时 有网友发现 大S的社交账号上居然还关注了那个人 此举的小心机不言而喻 二 自从汪小飞爆料大S刷他的卡 给他买再婚的投杀 给巨金燕买鞋等事情之后 大S的体面人设和独立女性人设就已经保不住了 试问哪一个体面的独立女性 会几十上百万的刷着前夫的卡 还用前夫的卡给现任买鞋 后来又自称大S女儿所在的学校和同学家长爆料称 大S并没有表面上那么疼爱孩子 甚至很少去接送孩子 孩子跟他也不亲 有台媒也爆料称 大S八岁女儿深夜在雨中大哭 旁边只有保姆的陪伴 网友直言 她只是表面上爱孩子 其实更爱自己 总而言之 在媒体 网友 汪小飞的各种爆料下 大S经营多年的人设塌了 口碑也塌了 对于一个靠口碑生存的明星来说 大S来钱的路子无疑是受到严重影响 甚至已经有台媒爆料称 她的多个代言都被取消了 有媒体分析称 大S连续丢了多个代言 不光养聚禁业是个问题 就连养自己的高消费也是无力支撑 所以她必须在舆论上扳回一城 这样才不至于输得太惨 而整垮张篮或许就是不错的选择 只是能有用吗 一个一向标榜着女王独立女性的人 却被前夫爆出一直在靠前夫养着 电费是前夫交的 就连再混的头杀都是刷的前夫的卡 一个向来倡导环保的人 却两个月的时间就用了9万多的电费 这算是哪门子的环保 一向以好妈妈的形象示人 却被爆出只是表面上爱孩子 其实跟孩子都不亲 试问这样的好妈妈人设 能让几人信服 如今的大S人设她了 口碑她了 不能说人人喊打 也距此不远了 毕竟就连像太陈兰这种口碑过硬的人 都因看上去是在为她发声而被骂惨 如此可见 即便大S又出了新招 想要短期内逆转口碑 真的很难 接下来说 大S拒敬业局面 大S一审判决人才两得 拒敬业韩国搞慈善名利双收 事事无常 不到最后一秒 你永远不会知道 谁才是大汪之战中最后的赢家 本以为张岚才是此次最大的赢家 先是替儿上场开思 母爱感动万千网友 后是抓住舆论的风口 直播间赚得盆满钵满 商业头脑备受瞩目 之后又带病直播 坚韧不拔的性格再受褒奖 眼看风波平息 向太再次送来流量 这两位女强人在对决中 张岚再一次赢得了口碑 赢得人气 可流量总是裹霞着威胁而来 如今的张岚面临着四面夹击的境地 先是有向太这位强大的对手 盯着自己叙事待发 还有网红徐芳胡搅蛮缠 一直抨击张岚母子 明明是张岚状告其诽谤在先 徐芳却丝毫都不畏惧 甚至称手中掌握着张岚母子的证据 张岚还让助理花一百万与之和解 不止如此 狗仔葛思琪也是恶人先告状 他早前曝光了汪小飞出轨 让汪小飞一直处于舆论劣势 之后又一直对汪小飞母子纠缠不休 其间既骂过张岚又夸过汪小飞善良 绞尽脑汁想引起张岚的注意 无奈张岚不为所动 于是他将张岚告上法庭称其诽谤 加上各色女权律师对大S的追捧 不能看出张岚目前的境地堪称四面楚歌 虽然表面光鲜 但问题不在少数 相对而言 大S拒进叶夫妇却过得很是惬意 大S一审判决人才双收 拒进叶韩国搞慈善名利双收 日前 大S汪小飞一案正式开庭 大S汪小飞两人均未出席庭审 但双方律师在法庭上唇枪舌战 即便一个多小时 虽然案件并未公开庭审 双方律师也未透露太多 但作为轰动一时的案件 庭审结束后 弯弯媒体人还是释出了庭审结果 大S堪称绝对赢家 一审结果显示 大S仍可以继续使用汪小飞的信用卡 并且对孩子的抚养权寸步不让 甚至可以动用法律去限制对方的态势权 即使给多少钱也不妥协 另外大S还将辞退家中的庸人 包括那位一直陪伴小月儿成长的阿姨 虽然对方足够尽心 小月儿也十分依赖 但是因为不是大S的心腹 所以大S决议要将其辞退 当然大S也将遵循离婚协议的规定 再婚后自己承担电费和日常开销 不过很明显 一审判决明显倾向于大S 他再度人才两得 大S人才两得 拒禁业则是名利双收 众所周知 月底拒禁业将回到韩国 将在1月初参加韩国的兔年艺术展 很多人感慨拒禁业终于转型成功 事实上拒禁业已经是第三年 受邀参加这个画展了 牛年虎年的都发过 在和大S结婚前 拒禁业已将主要精力放在绘画 他与韩国文化界许多知名人士是好友 新生代的偶像如全智龙 哀忧都视其为榜样 拒禁业的作品也十分畅销 他是NFT亚洲八位签约艺人中的第七位 也是韩国NFT领军人物 一个作品起价就在1万美元至5万美元 2022年3月 拒禁业发虎年生肖的NFT作品 更是七秒受空 当然拒禁业的作品卖出高价 并不是为了补贴家用 而是被其捐给了国际慈善基金 满满的正能量 这次拒禁业在内地被嘲讽至极 但依然是受邀一人之列 足见他的商业价值和威望都很高 在风口浪尖之时 做一波慈善 可谓是名利双收 大S拒禁业张岚母子的关系 可谓剪不断理还乱 但不到最后一刻胜负未断 结局到底如何不妨拭目以待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